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20岁 我们的歌淘汰却依旧令人着迷 写给所有知道单依纯名字的人 单依纯 女 2001年12月23日 生于浙江省东阳市 内地流行乐女歌手 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大二 再过33天就满20周岁了 纠结了好几天 就想写一篇单依纯的文章 可又无从下笔 毕竟写得太多太多赞美文 有些麻木了 我大约写了50多篇关于单依纯的文章 一不沾巾 二不带顾 纯粹是因为一首歌 而开始迷之恋之 一路狂追不舍 日日关注 时时留心 唯恐错过一条关于他的消息 单依纯很有音乐天赋 从小爱唱歌 到了高中就有了一定的表现欲 他恰逢K歌软件的普及推广阶段 于是拿着手机 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一手手翻唱歌曲到网络 久而久之 获得了大量网民的推崇 都认为他唱得真好 2018年 在母亲的陪伴下 单依纯走进湖南卫视 参加了人生第一个音宗节目 我想和你唱第三季 这期间他接触到了李健 并一同演唱了《荣花》 自此 他坚定了从艺目标 在剩余的时间里专攻艺考 力争考进心仪的家乡艺校 浙江音乐学院 2020中国好声音 迎来了刚刚参加完艺考的单依纯 凭借着稳定 精细 完美的演唱 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 去年的今天 在武汉万人体育赛的总决赛上 一席吊带长裙加深的单依纯 用娇小的身躯 扛着万众压力 迎着风雨交加 为现场数万观众演唱了 《星三岭》 一曲唱吧 长下观众掌声如潮 掌声与声 音响声混杂在一起 大家知道 这个声音将永载中国好声音史册 它无可争议地登上了 2020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宝座 或许就从这一刻开始 许许多多的人知道了 单依纯的名字 有喜欢的 也有排斥的 各种缘由纷纷杂杂 不好梳理 但有一条不便 都是因为一首歌 而记住了它的名字 古往今来 一首歌让人记住 歌手名字的事不乏其类 有些人还仗着一首歌 吃遍天下先 但单依纯不同其他 从永不失联的爱 唱到好声音 总决赛的最后一曲 几乎首首歌 都成为某些歌迷心中的 那个最爱 我是因为超级喜欢 Forward the Young 开始认真关注 单依纯的 为什么会喜欢她 喜欢她唱的歌 这个问题被所有知道 单依纯名字的人 研究至今 一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依然找不到 令人幸福的答案 如果你说 她就是个很会唱歌的人 当然唱得就好听了 不行 这样的回答 只会使你变成土鞭 遭人讥笑 若从专业的角度论述 又过于晦涩 不仅说明不了问题 还容易吓跑一些 傻傻萌萌的歌迷 于是乎 围绕单依纯的唱功 唱伤等议题 网络上展开了 争执不休的持久战 许多所谓行家理手 都想证明自己的眼力 判断力 分析力强悍 不惜搬用 一整套一整套 声乐体系理论 压制住时时泛起的噪声 可长江后浪推前浪 当你刚从发声解剖学方面 对声带闭合表述清晰没多久 复古派传统派的气浪 风光卷来 什么乐福者 声音涌 绿河声也 五音 四呼 气口 喷口 一 阿 等各种吐纳功能理论 便杀上阵来 西洋的 古风的 民族美声的 戏曲调势的等互不相让 更有甚者 直接套用武侠大家金庸的奇思妙相 意图将单一纯的演唱能力做个对比 这类玄学至上的说辞 险些把单一纯推到华山论剑中去 很有趣 要说单一纯唱功 可用九音真经 九阳真经呼应 通俗店说 就是单一纯之所以唱得好 那是因为从小就打开了任督二脉 行器运功 吐纳咬字 都已不同于凡人 一句歌词的演绎过程可现多重超级表现 如单一纯的墙面照指的是 高位置初始因自软饿出发 碰响硬饿附近空间以后 传导至鼻子没心处以上 引动上额斗 视埃斗和额斗附近的细小腔体共振 从而获得大量的高位置反应 科普也好 争议也罢 单一纯为什么唱得好 却始终没人能讲清楚 就算讲清了 善一纯还是善一纯 他不是神 他会慢慢老去 生代也会渐渐退化 就像所有那些老艺术家们一样 等到某一天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来到这个世上相互取暖 相互活着 相互争斗的生命体 都谈恋爱吧 为什么喜欢对方 从基本理论上说是异性相惜 可那么多异性 为什么偏偏是他 审美 探索 求证 传宗接代 会不自觉地站到上风 善一纯的歌声让我们知道了他 追捧的人还深入了解了他 从歌声慢慢转入 对人的探索也不足为快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他的歌声到底美不美 又能带给我们什么 我的感受就一点 他是美妙的歌者 坚守着传承使命 从他演唱的人啊 寻一个天荒地老的地方开始 我就觉得 他具备一定的歌曲再造和美化能力 一首歌到了他的手里 并会被二度创作 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演唱技巧 会赋予老歌新气象的结果 而这一切又都是浑然天成 它不是从曲调 旋律上刻意改变 而是用情感 用解析 用韵律 抢夺原唱的饭碗 这种能力我们一直解释不通 只好用天赋替代 单一纯就是这种天赋异禀的歌手 观察一年下来 我发现单一纯很会用嗓 他不是人云亦云 你敢挖我 我就敢挑的莽撞人 他都是在自己的圈圈里摸索把玩 像前辈们那样 不出圈 不跨越 不得瑟 不张扬 清晰自己的范畴 做自己能做的事 这真是一种大聪明 大智慧 要知道咱们内地不少好歌手 就是因为钱 权 力的诱惑 不惜冲破极限 冒险操验 未到黄金年岁就通失好声音 变成让人痛惜 又让人可怜的钟老前辈 歌唱的本心就是悦耳动听 沁人心肺 不躁 不砸 不乱 不魂 像烦泪的人们想听一曲解忧解愁 寻求欢喜的时候 好听的一首歌就会带来无限的醉生梦死 单一纯具备强大的传承能力 她很懂得珍惜 很懂得歌唱的功效 冥冥之中 上天跟她牵下了生命与歌唱事业不悔契约 我曾拿她与邓丽君相比 就是看好她这一点 她追求的痕迹 清晰展露 人歌一体 这是我们歌唱界难得的一份真情怀 真执着 她不苟同 不妥协 不迁就 都是源于此 她想疯狂地留住自己对歌唱事业的那份纯真 不管现在上了多少综艺 体验过多少娱乐圈的汤汤水水 但那份初心还完整保留着 几天前 我系统地回顾了一下她一年来的成绩 短短的365天 近50首原唱翻唱歌曲 有得很火 有得很淡 不过她才20岁 未来的日子真的很长 她唱得起 我们就等得起 难道不是吗 所有知道 单一纯名字的朋友 珍惜这个姑娘的声音 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质量 没有歌声的日子不堪想象 记住她的名字 珍惜纯 我不认识她 不清楚她的生活 但我一直留意关注着她 都是因为一首歌 一首唱到心里的好歌 你是被哪首歌拴住了心 请留言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让我们共同翻开过往的 2020 11月20 珍惜纯夺冠日 赞美咱们自己的选择 无悔的选择 照顾 请订阅